那我们的发明有什么呢 我们只好说 我们古代有四大发明 有指南针 有造纸术 印刷术 还有火药 火药呢 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但拿鲁迅先生的话说 我们中国人都用它 用它来做鞭炮了 那我们当代有什么发明呢 我们现在好好想想 手机也不是我们的发明 对吧 高铁也不是 但是呢这里有我们的创新 中国高铁用了很短的时间 凭借自己的创新呢 从技术的一个跟随者 现在转变为一个领导者 现在我们都能从新闻中看到 中国现在高铁公司经常出国 帮助别的国家建高铁 我们的这个时速啊 已经从16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以上 我坐过高达350公里的高铁 有一阵子降速到300公里 300公里也很快了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火车就是 七不十公里啊 广大当广大当 在火车上坐个一 住个几天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的高铁啊 尽管这个不是我们的发明啊 但是我们有发明 我们发明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啊 自主研制出了呢 这个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中国芯 这个芯片比巴掌差不多大小 但是它是高铁啊 大公里的机车中的最神奇的一个部件 它直接影响着高铁的列车 是否能瞬间骑跑 是否能这个舒适 是否能够稳定停车 所以日本有的学者就说呢 说这个动车虽然不是中国人独创的技术 电话啊 手持电话 我们知道有很多著名的品牌啊 苹果 三星啊 这是我们现在触屏式的电话 最有名的品牌 其实还有一个也非常有名的品牌 就是华为 我们自己的品牌 我现在使的手机就是华为 那么华为坚持每年至少呢 要把销售的10%呢 投入到研发 过去的十年里 华为为这个研发累计 投入将近2000亿人民币 那么 仅在这个 2014年啊 华为的研发费就高达400多亿 那400多亿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 中国人很少有自己办的企业呢 能投入这么高达的费用 我们舍不得呀 我们在这个 研发时候最舍不得费用 为什么呢 觉得这东西看不见 对吧 花这钱呢 得让人看见 我不说吗 中国人的这个理论就是 好钢用在刀刃上 所以我们觉得呢 这个研发不属于刀刃 所以这块就不能过多的投入 不能投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只能去抄 我们老说 我们是专利大国 每年申请多少专利 那个专利大多数是没有用的 不要以为我的专利是有用的 很多专利是没用的 在专利公司就躺着 你也变不成钱 重要的科技公司的专利 它可以转化钱 你比如华为吧 它向苹果公司 许可的专利有多少件呢 有700多件 800件 对吧 苹果公司也向华为公司 许可专利呢 有大约100件 这听着华为的数量很大 那从某种意义上讲 华为应该是向苹果公司呢 可以赚钱了 起码我说出输出的这部分是赚钱的 我们知道专利的许可 这费用是不对等的 不是说我许可的越多 你就赚的钱越多 不一定 可能人家有一个专利 顶你10个专利 甚至顶你100个专利的费用 所以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有价值 那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发明不积极呢 也不努力呢 有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的发明呢 就很难受到保护 在中国发明的东西啊 很难获得巨大的利益 所以呢 中国人就不努力啊 一般都是抄袭者最获利 所以大家都愿意去抄袭 再有一点 就是我们在基础的这个理论中呢 投入不多 你比如你今天 大量的中国人都愿意出国去读书啊 家长掏钱 孩子出去读书 到美国的 到加拿大的 到英国的 法国的 德国的 哪国都有 你到大学一看 应用系的 往往都是中国人啊 现在就是说 学建筑的 学会计的 学法律的 出门就能挣钱的 有时候一个班啊 学经济的 全是中国人 但是你到基础学科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中国人了 不能直接变现的 中国人都不爱学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 好像最后一个研究 基础科学的 就是陈景润 还有这个张广厚 杨乐啊 研究纯数学 所以我现在 有时候碰到孩子 我老是问他们 你学什么 学数学的啊 你学数学 你是学应用数学的呢 还是学纯数学的呢 大部分人 还是学应用数学 就是我将来 凭着我本事 可以直接换一份 很好的工作 挣一份很好的工资 如果让我轻贫 我就不愿意了 这也是制约中国的 发明的一个 就是一个原因了 所以你注意看 在西方的发明强国 他的基础学科的学的人 都非常的多 但我们今天 对这种很基础的学科 比如数学物理的 很多这个学科呢 就不愿意投入 也没有人愿意去学 所以我们 你听中国人说 我们这孩子 考上了哪个大学了 你注意看 他学的专业 都是很实用的 你很少听到 中国人的孩子 考进了美国的 普林斯顿大学 为什么那个大学 他没有应用学科 他全是理论的 学理论有什么用啊 理论出来 还让人家翻白眼 没有用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学 这就是导致 我们的发明呢 不积极 中国人发明是不积极 除了这两点原因以外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在中国 抄袭别人 很难受到惩罚 或者说 很难受到 很重的惩罚 即便接受惩罚 都很轻 都能够承受 惩罚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承受的 一种是不可以承受的 什么叫不可以承受的 就是你这个企业 如果抄袭 一定要惩罚你到破产 那就是不可以承受的 我们曾经啊 在节目里讲过 这个专利法 英国人最早发明的专利法 在1624年 当时还是中国的明朝末年 那么之后 它实行了一百多年以后 美国人开始实行专利法 后来的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都开始相继实施专利法 在西方的强国中 最后一个实行专利法的呢 是日本人 也是我们亚洲人呢 他颁布专利法是什么时候呢 是1885年 我们是1985年 才颁布了我们的专利法 到现在不过就30年多一点 但我们实施的环境 非常非常的差 就是创作者的权利 不断地被侵犯 不管是商标啊 商品啊 这个书籍啊 这个你的发明啊 随时都可能被人家侵犯 我今天为什么拿这么多 小沙米搁在这儿 这就是被侵犯的一个例子 一会儿我们会讲 对吧 你看他们都很自在的 在这儿很悠闲的躺着 但是他们都被侵犯过权利 我们今天你比如中国人的这个创作啊 比如文学创作 我们看到影视作品的创作 你让它出现一个新的题材很难 只能去抄 要不然就是反复的在拍 比如三国水浒啊 红楼啊 西游啊 这些作品反复的被改编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作品也没什么人专利保护 我们都知道版权是有实现的 我们国家跟日本英国 关于版权的保护呢 都是在作者死后啊 有一段时间50年 超过50年 你这东西就丧失权力了 美国人长一点 到70年 保护的长一点 那我们过去 你比如我那时候在出版社的时候啊 在出版社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媒体的时代 并不是现在的这个网络媒体 都是平面媒体 指的 所以当时最流行的一本刊物叫 《读者文摘》 《读者文摘》这个名字是 美国人创的 对吧 这个美国的《读者文摘》 影响了几代人 所以我们 这个 有一家出版社啊 也做了《读者文摘》 当时发信量最高的时候 几百万份 那么后来 就跟美国的《读者文摘》打官司 说你不能用我这名 这名是我在全世界 都受到保护的 最后我们的《读者文摘》 输了官司以后 最后把《文摘》两个字 给摘下去了 就变成了这个杂志 到今天叫《读者》 但是他没有因此倒闭 对吧 他今天依然活着 在今天的一个互联网 媒体的时代 这个纸媒已经活得算是 很好很好的了 那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一开始就沾了 《读者文摘》的一个便宜 我在出版社的时候 当时都觉得 美国的《读者文摘》和 《时代周刊》呢 都是高山洋指的刊物 那时候所有出版界的人都知道 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杂志 叫《读者文摘》 对吧 那我们就抄了人家的名 最后也就是打完官司 最后不使而已 也不能怎么样 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 都是以赔偿为原则的 就是说你侵犯了他的利益 那他赔偿一点就得了 大家握手言和拉倒 那我们的专利中 很重要的一项是什么呢 是药 药为什么要有专利呢 是因为药赚钱太多 过去有一句土话 叫不节道就做药 你不节道去 你就做药 这药跟节道差不多 全是赚钱的 这个药到底值多少钱 你不知道 但是药有一个问题 它的研发成本非常的大 而且周期非常的长 除了不重视的国家 重视的国家 这个临床试验的时间就很长 所以他投入的资金成本就很大 他在当这个新药上市的时候 他一定要用高额的利润 把早期的投入全赚回来 但是有人不买账 谁不买账呢 印度人就不买账 印度药最便宜 印度其实在知识产权方面呢 比我们还重视 比我们执行的还好 这是有公论的 但是他唯独不遵循 这个医药的这个知识产权 所以中国人 大量的 你看看新闻 大量的人跑到印度去买药 尤其买那种很贵的 抗癌的等等一种药 你比如前一段时间 魏泽西死的时候 他说他要吃一种药 这个药呢 在香港要买是四万四千块钱 吃一个月 他吃不起啊 他只好跑印度去买 印度只需要五千块 但是不允许入关 对吧 我们也看到新闻 从印度带来的药 在海关备查 他仿制药便宜就是因为 他的原药的研发投入太大 你没有投入 也没有时间投入 也没有成本投入 拿来就用 那当然 这个问题就发生一个冲突 我们今天啊 全世界啊 一般的这个药的专利保护期 都是二十年 他也不能让你永久的使下去 你比如我们知道这伟哥 伟哥这个药就 就已经过了这个专利保护期了 谁都可以去仿制了 但是在专利保护期期间呢 这个研发的这个新药呢 都价格昂贵 你的药的成本很低廉 低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它跟药的这个个体差异 有很大的关系 那印度呢 它是不管那套 它不管你专利保护期 它直接就仿制 因为药的神秘 就在于你知道了以后 这药就不神秘了 对不对 过去为什么有秘方呢 秘方就是不能让你知道 怎么去配 据说锡是这个锡药啊 拿了一分析药 马上把这个药到现在的最好的化学实验室 一分析就知道你的成分 但中药就很难 因为中药很多药是在熬制当中发生反应的 那么印度不仅仅啊 自己仿制这个药 他还规定他的仿制药还可以出口去赚钱 所以有些媒体呢 就报道印度的仿制药呢 百分之六十以上呢 就去了一些发达国家 包括去了美国欧洲啊 去了日本 所以呢 就打官司 打官司呢 赢了也白赢 你赢不了印度的制药公司 因为印度人有一个道理 我觉得他道理呢 成立 他说在生命和财产面前 生命比财产重要 所以我为了给我的这个穷劳不行治病 我就得这种贵药便宜 我们今天这个看病贵啊 这个吃药贵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有时候我去看个病 拿个药 我都说喝这药真够贵的 有的药呢 就是改一包装 我嘴巴里一嚼 就是过去那便宜的药 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药叫胃疏瓶 就胃不舒服了啊 拿一片得嘴里一嚼嘎嘣嘎嘣的 咬一下去胃就舒服了 这药呢 过去多少钱 一块钱一瓶 这么大大棕色的瓶子 里头一百片 一分钱一片 现在我买的那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 我拿嘴巴一嚼吧 都是那位舒平啊 现在呢 好像是好几十块钱 那么几片 很贵 美国最著名的制药公司 辉瑞啊 辉瑞制药公司呢 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药 这药特别伟大 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 这药呢 中国的俗名叫伟哥 它就是歪打正着的发明的 那么90年代初的时候 辉瑞公司是 其实是做这个药呢 是治这个心脏病 改善心脏的复合 希望延长人的心脏的使用寿命 无非就是使这个血液流通的更快一点 是吧 结果没想到呢 本来想让心脏的血流的更快 但没想到这血流下面去了 是不是 他不了解这个水往第一处走的 这么一个常识 水就往下面走了 所以下面就变得非常舒服 那么这个药呢 当时给发放啊 因为他在实验期间是找了很多人用 他发放的时候 后来发现呢 这个药呢 回收啊 往回回收 比如没吃完 那给我拿回来 很多人不愿意交出来 就觉得很新鲜 而且不愿意交出来的人 大部分都是男性 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这个药呢 意外的有个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 有一个使国的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的副作用就是说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此时成为冠军 这个副作用就是这个 所以呢 中国人呢 就起了一个土名叫韦歌 这个韦歌呢 也是根据那个药名 那个药名英文药名的音译 译过来的啊 叫信雅达啊 译过来叫韦歌 可是一叫韦歌麻烦 这我就碰见过 我就真碰见一个人 他的名字就叫韦歌 韦歌 再说中国呢 叫张伟离伟王伟的 他都会叫韦歌 人家说韦歌来了 结果这药一出来呢 不敢叫了 只能说张哥来了 王哥来了 李哥来了 不能再说韦歌来了 所以韦歌进入中国以后呢 他要翻译名字呢 他跟这个广东一个公司打官司啊 那个公司先把韦歌注册了 甭管他是恶意是善意的 反正你注册不上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新起名字 新起名字怎么起呢 还是按着音译 一开始有个人说 你不就是韦歌吗 有人说 我给你翻译一个 比他还强大的一个名 叫威尔刚 威尔刚 威猛 还刚强 那一听说你这不行 你这太生猛了 听着跟钢铁侠似的 这药吃也就威尔刚不成 有人就提出来说 就换一名 换一名 还按着这音译 叫万爱可 万爱可 就是一万次爱都可以 你说不行 你这个太露骨 你这个不行 后来有人说 万爱可 这个感觉还行 最后把这个爱 改成了这个爱 爱草的爱 以草头爱鳩的爱 所以现在这个名字叫万爱可 好 这药呢 到期了 专利期 一到期 是所有要起的一个福音 他们都欢呼雀跃 说终于有一天 我们熬到了 万爱可 到期 专利到期 我们都可以去 到这个小药片了 蓝色菱形的小药片 他们不知道 这个药 配方 专利是到期了 但这外形永远不到期 所以您得 改颜色 你得改形状 你想想 大家都建立一个 强烈的一个印象 万爱可是一个 菱形的蓝色小药片 神奇的小药片 中国人行 中国人一想 中国人反正不能把这东西改成黄色的 因为黄色的有奇异 到时候一扫黄给扫没了 所以就改成了粉红色的 也那样 起了一名 这名起了艺术 叫什么呢 叫金歌 不是伪歌 是金歌 歌呢 这是枪 扎枪 歌 金属的 那歌和枪是同 这个同一个意思 所以呢 也叫金枪 就是金歌 中国的所有的药企 就欢呼雀跃的 把这种药改头换面的 现在都可以卖了 那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 它一定是价格一落千丈的 过去那很贵 我也不知道有多贵 我听人家说特别贵 吃一回很心疼 但是呢 据说有神效 咱也没吃过 所以不知道有多大的神效 但是那句话 令人遐想 就叫任何人 在此时都可以成为冠军 我们生活中 比如我生活中 就遇到过很多侵权 侵权最多的就是著作 我的书被抄的到处都是 哪都有 谁抄谁抄 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诉讼 我为什么没办法诉讼呢 是因为我在诉讼中 什么便宜的 占不着 全是让你生气的事 你也不能通过诉讼 弥补你的损失 你还找了很多气声 所以我就干脆 在书上这一块 我就彻底放弃了 所以被人家抄的 我看到有人拿到这个 盗版书找我来签字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本人不在盗版书上签字 以示清白 那么 我曾经 在一家新华书店里 就看到卖盗版书 我一看盗版书 我当时就愣了 那个盗版书 明显的是盗版书 连这个尺度都不一样 跟那个开本都不一样 我拿起来一看 这盗版书卖的比 正版书还贵 这有点当时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来认为 盗版书一定是要卖的比 正版书便宜才好卖 它为什么卖的贵呢 我慢慢才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这一类的 比如收藏类的书 它的购买者是刚性的 他要不然就买 要不然就不买 他还不在乎你多个十块八块钱 对吧 他不是选择性的买 因为这种书只有这一本 这是过去写收藏 除了我写没人写 那么你的正版书 当时比如说收藏08年 出来的时候 第一本书29块钱 29块钱 按照出版社的 六折六七折批发给新华书店 他卖一本书 大概挣10块钱 但是盗版书卖39块钱 他大概批给新华书店 就是个最多对折 甚至四折 甚至三折 所以他卖一本书 挣20多块钱 那我同样卖一本书 我是愿意挣10块钱 还是愿意挣20块钱 那是个傻子 都愿意挣20多块钱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会受到惩罚 如果他受到惩罚 他就不敢了 比如我在新华书店 看见了 看见了这书里 我数了数书本 如果我想诉讼 这个程序我都懂 我先得请公正公司 来证明他卖过这书 我得把这书买了 找他开完发票 把发票保留 然后我可以提起诉讼 提起诉讼以后呢 最多你就被判罚这15本书 如果你认为他卖了很多本 你要提供他买了很多本的证据 那我上哪找这种证据呢 对不对 我说我认为这书店卖了好几万本 那我也没有证据啊 我不能天天守到门口搜集证据啊 但是这也不值啊 对吧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制度就是赔偿 就是他侵害了你多少 就赔偿你多少 而且他侵害你多少 你来举证 如果这事在美国 那美国一定判罚到这个书店倒闭为止 对吧 比如我们 说到我们身边的这六尊小沙米 小沙米非常可爱吧 一会儿我们镜头让你一个一个看 这个小沙米是台湾的啊 一个雕塑大师叫林昭发 他做的 我当年啊 七八年 小十年前 我去台湾的时候偶然发现 我是从台南入境的 在一个商店中一眼就看见了 因为我说这人做的有意思啊 当时跟着我的时候 还有一个台湾新闻界的人 我说能找到这个人吗 他说我给你找 结果我们从台南经过台中 到台北去到台中的时候 在日月潭啊 就碰到这人了 他给我找着了 他说找到了 一会儿林先生来跟你见见 我一看啊 林先生门门尔雅的一个人 他见了我就跟我讲了 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怎么去做 你注意看啊 这些小沙米所传达的 这种内在的精神 不是我们这个浮躁社会有的 我们浮躁社会创造不出来这些 我跟林先生说 我能不能把你引进中国大陆 你能不能把中国大陆的 独家的这个销售权授予我 他说同意 然后我们从这儿就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么这六尊小沙米 乃至后来他做的一切啊 这些在二十年前 林先生就开始创作了 对吧 今天你在全中国各地看到的 所有小沙米跟这些形象 那么他做的树叉上的 都是林昭发先生的原创 但不能得以保护 我们为此打过官司啊 这官司我打了 我也赢了 但我不赢钱 我打官司的直接开销就将近一百万 找律师取证干什么 花了很多很多钱 但你赢了官司并不赢钱 别人依然还可以侵犯你的这种商业权利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是赔偿士 对方这个就是赔偿你啊 他所获得利益远远大于他付出的赔偿 我们不惩罚不惩罚对方 打官司的这种赔偿制啊 是使中国的现任的整个社会侵权 这个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本原因 西方是惩罚制 对吧 西方的惩罚呢 他不仅表现在民事纠纷 包括形势 你比如前些年这个美国的这个影院的枪击案 是吧 那哥们戴着防毒面具 穿着防弹背心 手持好几件武器 直接就闯入守应现场 造成12人死亡 70多人受伤 是吧 他因为枪支案和私承炸药等等各种罪名 12项罪名判处什么呢 终身监禁 附加了3318年的刑期 没有保持的可能 我们现在就笼统的说 这人无期 所以我这书记也比较理解美国很多地方 就是这么大的案子没有死刑 你如果终身让他终老在监狱里 我觉得给他的惩罚已经足够了 那么再有就是民事纠纷 你很著名的一个官司 麦当劳那个官司 一个老太太 到麦当劳里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那个咖啡的温度调的高了 按照当时的标准 当地的标准都是华氏 好比说155度 相当于咱们大概六七十度的样子 而供应的咖啡呢 是华氏的一百八九十度 相当于我们八十度的样子 就多了个十几二十度 老太太不小心把自个儿烫了 烫了腿 起了泡了 老太太上来就打官司 结果法院判什么呢 判这个麦当劳赔老太太好几百万美金 我就听中国人说 说要是赔这么大钱 我自个儿就倒腿上了 到哪儿都 我都认了 好几百万美金呢 我这辈子够了 是吧 然后美国法官所解释 为什么要判这么多呢 他说得很好 他说不因为 是老太太需要这么多赔偿 而是惩罚性的赔偿 我不惩罚你 对你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今天中国的商业的 这个官司中 如果没有惩罚性的这种 这种条款 没有这种大额的惩罚 以致他不能承受的惩罚 我觉得我们的未来的官司会越来越多 我们的发明会越来越少 侵权会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惩罚一定是要有意义 要有效果 对吧 我们今天啊 抄袭后啊 赔偿有人上来就知道就会 打官司一定输 但是他说等输的时候我已经赢了 我先抄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大企业创新 除了华为以外 大企业你看有多少是创新的 创新真正能做大的就是华为 所以我就非常佩服任正非先生 人是有哲学思考的人 我们的社会如果都能像华为那样 那我们的国家早就非常的强大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惩罚是社会进步的最好手段 最有效的手段 一个孩子成长起来 不是你诱导他成长 而是通过惩罚 什么不行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的司法上啊 如果有所进步 我觉得什么时候等我们的国家 能够进入到惩罚制 我们很多侵权现象就会消失 比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住的那个小区很小 小区有一块天地很漂亮 但是呢 他挨着前面的一个老的住宅 老的住宅跟这个小区有一墙之隔 本来都相安无事 突然有一天那墙扒开一个大口子 非常难看 那家里那人呢 把墙扒开了以后呢 他说你们小区的花园 就是我们家的后花园 所以我就要看 那么他亲你什么权利呢 他没亲你什么权利 就是恶心你了 恶心你是你自个的内在反应 他不恶心 所以他在他们家 通过他们家的窗 免费的看你们的花园 如果你打官司呢 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你是让他恢复原样 对不对 你把墙砌起来 顶多到此为止 所以他说那愿打官司就打官司 我先把墙扒开 我看看几年 等你打官司 折腾完来折腾去 我再把墙给弃上 我也不能有什么损失 因为你没有受到损失 你就没法让我赔偿 没有赔偿呢 我就不怕给你打这个官司 如果我们有惩罚制呢 如果说你扒开这个扒口 我的惩罚制 比如说让你赔500万块钱 赔1000万块钱 你还敢扒开这个扒口吗 所以我们惩罚制的 这个司法判决 是对全社会一个最良好的教育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国家的司法实践中 能够把惩罚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那真是百姓的一个福音 感谢观看